嗨,大家好,我是Aaron 欢迎大家继续学习HBase基础课程 那么上一节课呢 我们给大家演示了一下 如何在这个卸环境下去操作HBase 那么这个大家看的肯定不是很爽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程序员 我们更习惯去使用API 那么这一节课呢 我们将给大家讲述一个更爽的方法 如何去使用HBase提供的API 来操作HBase数据库 那这个也是我们在以后工作中 必须用到的这么一个工具 那么这是我们的课程正式开始 那这是我们的课程大纲 首先呢 我们介绍一下HBase API的简介 然后呢 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 HBase API操作命令 HBase API管理命令 分三个目录 那么这是一个一段 这个很很直白的一个简介了 那么HBase呢 它提供了这么六种接口 那么我们已经学过了它的这个 和希尔 那这个呢 那这个呢 一般是使用管理端去使用啊 他也说得很清楚 适合HBase管理使用 但是我们程序员呢 更喜欢去使用API 那么我们要学的是它的原生态API 因为我们知道HBase呢 是Java写的 那么我们就使用Java呢 去练它呢 这个应该是最快的啊 当然说它提供了这么多啊 这个这种接口 那么大家有兴趣呢 可以去尝试一下 那么这是 这是我们本期课程的重点 Native API 那么这个呢 是HBase API的 我给它做了一个简单的分类 比如说 它Java这种HBase Admin 它对应管理什么呢 它是管理数据库 比如说创建一个表啊 创建一个库 创建一个表等等 那么HBase Configuration呢 它有些配置情细 比如说HBase Table HTable 它是和表相关的操作 那么HBase 这个呢 它是和列图相关的等等 比如说我们put get 查询啊 创除啊 这是 它的API的一个汇总啊 那这个是给大家一个 直观的一个印象 我们重点还是看 HBase这个 API 操作接口 那么我们重点就是说呢 这四类 一类是put 插入数据啊 第二个呢 是get 查询数据 这个呢 是查询一条数据啊 Skin 查询一批数据 可以根据条件去查询 当然你还delete 删除数据 那这个是我们 这个四个呢 是我们以后工作中啊 用的非常之多的 这种接口 那它难不难呢 其实很简单 很简单 只要去记住一些关键字啊 一些关键接口就可以了 它非常简单 那我把它的这个流程呢 简单归纳了一下 第一个呢 你要是创建一个 HTable对象 那创建对象呢 我们用new new这个对象就可以了 当然 喊这个配置信息 然后呢 我们要去封装 我们要执行那些命令 比方说你要做一个插入操作 我们封用put 你要执行一个这个 查询操作 那我们封用get 那第三个呢 封好过后呢 那么你就需要使用 你前面创建这个对象 来调用它的API 那最后别忘记了 关闭 HTable 这些相当于和我们这个 关系的数据库里面这个 创建一个数据库连接 然后进去插入 封装这个cycle 插入cycle 插入数据库 关闭链接 那这和我们这个 关系数据库类似 那么可以简单看一下 这个配置信息 那这个呢 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了 对吧 我们需要入keeper 那么入keeper里面 这个配置是什么目的 大家很清楚了 那这里呢 我也给大家演示了一个 如何去 用put 来插入这么一个数据 那大家看到 我第一个是 创建一个HTable的对象 然后呢 我封装一个put的对象 对吧 然后呢 我掉这个 插入接口 最后呢 把这个table关闭 那这个呢 都是一些理论知识 理论知识 那我我们的课程呢 不仅仅关键讲理论呢 更注重的去实战 那么这时候呢 我给大家去用Eclipse 去如何去 在数据库中呢 去创建一条数据 插入一条数据 好 这时候呢 我们使用Eclipse 那么我们创建个 Hbase 其实呢 其实呢 我们可以MAMO去创建 然后当然 他这个恰恰包数的比较慢 那我们这个用一个标图的方法 我们直接把这个依赖包导进去 我们直接导入导入它的依赖包 我们到这里来 安装文件 这里Hbase098 我们把它 所有的包 导入 导入 好 那这时候呢 我们来先创建一个 创建 一个package com.soft.mass 我们这时候创建我们第一个程序 称之为Hbase 演示环粒 好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这里呢 要去开始往Hbase去插入数据了 那么 第一件事情干什么 我们要把配置信息给放进来 配置信息怎么怎么配呢 我们看这个 看这个 我们就把这一串 给复制过来 就不要去敲这个带了 那我们把它ip改了就可以 创建 我们到个 把报道先来 报表导错了 那么我们看我们的这个主机地址呢 是在是这个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主机地址是 192,168,124.101,100,101,102 我们把这个写进来 102再写 100 2181 好了 那我们把这个配置文件写好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去 做什么 我们看我们这个PBT里面 他怎么给我们去描述 是吧 我们要去 创建一个HTable的一个对象 是吧 OK 那么我们创建HTable的对象 Table 把这个里面呢 你要把他这个 配置信息传进去 这传个什么呢 表明 是吧 我们看他里面这个参数 好 他这里面呢 要去传个什么 表明 Table name 对吧 那么 Table 点Value 比方说我们 20点个 Test Table 好 抛异常 啊 你把异常 抛出去 啊 这个 为了为了方便 你的生机工作工人 不要这么去抛了啊 你要捕获了啊 好 那第二步呢 我们是不是要去封装一个 POOT对象 对吧 因为我们是插入数据嘛 OK 那么来说呢 POOT对象 6 POOT 看到啊 他这里面呢 啊 有这些这个选项 对吧 那第一个呢 他就传与什么 一个ROKEY 那ROKEY是什么 啊 那我们可以理解为 它是一个 组件啊 也可以理解为 这个可以在条件查询的组件 那么这个ROKEY呢 之前我们也给他介绍过啊 这个时候呢 我们用什么 我们用HBASE 提供的工具类 叫做BITE 啊 把这个字不串 转成对象 那么ROKEY呢 我们比方说我们叫RO 2-01 好的 创建了ROKEY是吧 那你 要把这个数据啊 往哪个列读的 哪个列 来写呢 那我们 再来对这个破对象进行进一步操作 我们看到 对吧 他第一个字段是什么 Family 你是哪个列读 第二个字段是什么 是这个 你是哪个列 第三个字段是一个Value 你是什么词 是吧 那后面也可以加时间戳 那我们一般用这种啊 我们自己默认时间戳 好 好 那我们BITE 进 出 啊 那我们列读叫做F 对吧 我们这个列呢 我们这个列叫做 COL啊 值呢 我们叫做这个 Math啊 好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这个PUT已经封装好了 对吧 TABLE已经有了 那我们就用TABLE 啊 PUT 插入这个数据啊 好 让我们TABLE 点 CLOSE 那么我们这个API呢 就已经写好了 对吧 是不是很简单 我们看他运行成不成功啊 让一下 好 发现他又不报错啊 一直卡在这里 啊 这个是学HBase啊 99.9%的人在这一步啊 都会遇到问题 啊 都会遇到问题 那么 因为问题过后呢 很多人就说啊 Windows那下是不适合做这个HBase开发啊 不适合做什么Hadoop开发 要对另一个指法应该去做 去去去配啊 好 所以说有些人 又装个虚拟机啊 又去装个虚拟机里面去装一个类的事 就这样折腾这样搞 仍然不行 是吧 那这问题怎么解决呢 我们现在看到对吧 他不动 怎么解决呢 我们分阶段来解决 分阶段来解决 第一个是第一件事情 我们跟大家提示 你要把什么 你的log4G 给出示范 哎 那么我们log4G出示范 我们在这个里面有log4G啊 在HBase这个 安装文件里的config mode上面 我们这个log4G啊 拷贝过来 放到这个SRC目录下面 好 那么我们再去运行一下 发现了什么啊 发现了什么 发现他这个仍然啊 不动 卡住了 对吧 仍然卡住 那么这个到这里呢 哎 很多人啊 又是无解了 为什么会这样出现 情况出现 啊 为什么会这样情况出现 那么这里呢 我给大家一个小技巧啊 这并不是你程序的问题 而是什么 你的这个主机名映射没有做 啊 主机名映射没有做 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我们 登到这个 我们登到这个如机会上面来啊 我们给你看一下 你就明白了为什么 啊 我们看一下啊 啊 HBase的下面这个 Raging Server上面是吧 有Must 啊 有Sleeve2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个你下载的时候呢 他会去连这个 客户单会去连这两个 那你想看 我们Must和Sleeve2 它是IP是什么 我们知不知道 我们根本不知道 对吧 那所以呢 这个客户端啊 他不知道你哪个IP 就一直在定住 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那其实也很简单 很简单 我们到这个里面来 Windows上面 啊 System32 Drivers etc 我们把这个 这个选项给加进去 1292 8.124-1100 他是Must 102 他是什么 我看看 102 他是一个Sleeve2 那我们这时候呢 我们给他保存一下 这个时候我们再去运行 这个程序 大家再可以看一下 好 这时候看到没有 他提示你怎么 这个表不存在 哎 说明这是我们是不是已经可以连接到 这个 如果可以连接到HPS了 因为这个表我们刚刚 随便写了 没有创建 所以说 他报了这个错误 那这个很正常 那么这一节课呢 我们先到这里 下几个时候呢 我们把这个问题 穿这个表沟 我们再来测试 再来测试一下 看这POSE到底怎么去用 那这个呢 大家 这几个大家一定要记得一点问题 第一个是 插入数据 流程是什么 第二 第二 又的问题过后 怎么解决 那第一个就是 Log4G 你一定要做出实化 第二个 你在这个里面的位置下面 这个 这个 这个路径下面的这个 host 这个 主机映射名 你一定要配置最正确 否则的话 他就会一直在卡路 不动 好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先到这里 下节课继续去去讲我们这个 基础API 好 谢谢大家